IT选不爆 新奇酷选早知道 虽然iPhoneX的刘海遭很多人吐槽 但也阻挡不了大家对iPhoneX的喜爱 近日有消息称 下一代iPhone除了已有的5.8英寸之外 还将会有尺寸更大的6.1英寸版本 同时为了不至于过高的售价 这颗悬面屏将可选成本较低的LCD材质屏幕 一般使用LCD屏幕都有下巴宽的毛病 可能无法保证与OLED版本的下巴宽度保持一致 然而苹果却秘密找来了新的合作厂商Nichia 来解决这一问题 LTPS LCD屏幕手机基本都是用0.4Finix的LED芯片 这类型手机的下巴最多能收窄到4-4.5毫米 而换上0.3Finix的LED芯片以后 手机下巴就能进一步收窄到2-2.5毫米 经过Nichia在2018年上半年 对0.3Finix规格的LED芯片开始少量生产 并测试市场反应 把0.3Finix芯片利用于大陆 以及日本手机品牌特殊机型中 结果0.3FinixLED模组 一度在大陆掀起了缺货热潮 主要因为其准确度以及稳定性问题导致产能不足 要等到下半年0.3Finix的新品量产 才能逐渐稳定下来 不过0.3Finix的LED芯片稳定性 可可生产效率都比0.4Finix高很多 所以搭造0.3FinixLED芯片的6.1英寸iPhone X下巴并不会关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因果为了在LCD版全面屏iPhone中进一步缩减成本 将放弃3D Touch压力感应触控功能 并且将其触控模组确定为外挂形式 目前已经有台湾触控面板厂商接到了模组接合订单 外挂触控面板采用氧化烟锡模材 并非如iPhone4采用的玻璃触控材料 而据此前消息 下一代6.1英寸iPhone 采用的是OLED全面屏支持双卡双待 另外高端 售价应该也不会低于现款iPhoneX 但此次苹果准备退LCD屏 并且部分功能受到阉割的版本 不知道会不会在售价上符合潜在买家的预期呢